原标题 虎门硝烟用采水和声势灰 为什么不用火烧 背后其实暗藏玄机 能把近一千二百吨的鸦片聚集在一起 林则徐虎门硝烟的背试 其实是凸显了他当官正直 有才能干的一面 当时的他做了这一个正明新国的举动 不仅仅是成就了他一个民族英雄 更是难得了一件立国立民的好事情 当然在虎门硝烟的背后 其实硝烟仍旧还是存在着一些阻力的 但林则徐的裁杆和魄力 把事情成功的办成了 而且还获得了全民的欢呼 有意思的是 是其时代聚集了这么多的烟品之后 他本有意识打算进京院上 然后再做出硝烟的决定 但是宇愿伟 他害怕半路再出什么错乱 所以直接在虎烟进行硝烟行动 有意思的是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虎门硝烟用的是海水和生石灰 而且在靠海的沿边挖了一个大坑进行 为什么不用火烧 这背后其实是暗藏玄机 也证明了林则徐的质 会 据了解在硝烟的前些天 林则徐私下发现 有很多附近村子里的人 开始准备着铁铲 其实这就是属于那些烟鬼们的计划了 他们本以为林则徐会用烟土半酮油焚毁法 来烧掉这些烟品 所以准备着 在林则徐硝烟之后 拿铁铲再一次的 把它挖出来吸食 也是害怕硝烟的时候带来其他的影响 所以出于这一个原因 林则徐才决定用海水和生石灰来硝烟 用海水和石灰 其目的就是要一举断了全民的念想 而且为了这一举动 他还刻意在挖的池子里用木板封死 然后再倒入海水和石灰一起消烟 没有用火 一举断了那些烟鬼们的念想 虽然用火不麻烦 而且比海水容易多了 但后面的事情 还有很多需要处理 万一刮起了大风 不用海水处理用火 那事情的严重性将不堪设想 那些鸦片所烧出来的气味 岂不是害了附近的村子 免费的鸦片气味 会使许多野君子十分快活 而 且还能免费的吸上几口 别说硝烟了 反倒是壮大了吸食的人群 而到了那时候 虎门消烟的 是会变成虎门集体 X他了 所以 用海水加生石灰 这也是看出了林泽徐 他静烟与静烟的决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Zither Harp